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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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所以媒体语会诸侯的名字是因为朱熹笔法凝炼把这些不重要的内容省略掉了 这样一解释原本一句语焉不详的话忽然变得深刻起来 所谓的语焉不详竟然仅仅因为我们领悟不深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假如朱熹能够看到刘友益的这部资质通建纲目书法会不会一拍大腿 哎呀 真是说到我的心坎上了 从常理来看 这种问题肯定死无对证 因为前车可见 一代代经学大师前夫后继发掘春秋背后的威严大义 为孔子代言 可到底谁说的才对 在乱斗的泥潭里根本看不清楚 朱熹的学术本来也会落到同样的命运 但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 朱熹生活在一个印刷术发达的时代 白纸黑字很容易流传下去 就算一时没能流传 至少也可以安安稳稳的藏身一语 静待出头之日 朱熹当初编写通建纲目的时候 并没有刻意编密码来难为读者 相反在刚刚着手写作的时候 朱熹就已经在给这部书制定繁例了 这件事的意义 我们可以借助春秋来理解一下 假如春秋真是孔子编写的 并且孔子生前为春秋编过一套繁例的话 后人基本就没有必要搞出 那么繁琐的春秋学了 所以朱熹制定通建纲目的繁例 相当于自己给自己代言 亲自揭示通建纲目的意识形态纲理 朱熹写书很慢 总是边写边改 改完再改 所以不但通建纲目写了很久 繁例也跟着改来改去 折腾了很久 虽然早在宋孝宗前到八年 通建纲目就已经完稿了 但朱熹并没有拿去刊印出版 而是拿出完美主义者的姿态 继续修改 这一改就改了三十年 自己改不动了 又摆脱弟子帮着改 以至于连著作权都不明朗了 后人甚至怀疑过 通建纲目只是由朱熹勾勒出一个框架 内容全是弟子做的 直到宋宁宗嘉定十二年 朱熹已经去世十九年了 通建纲目才由弟子李方子在泉州 首次刻板印刷 书的最后有一篇后续 说把梵力也附在书后了 便于读者参考 但是这一版的通建纲目 是把纲目梵力分别印刷装定了 梵力相当于一部单行本小册子 这种编排方式的弊端显而易见 小册子容易丢失 这本梵力还真的丢了 总共也没有几个人读过 引起身没有读过 所以要凭自己的理解写成 资质通建纲目发明 刘友毅也没有读过 所以也要凭自己的理解写成 资质通建纲目书法 朱熹有一位高徒兼女婿 名叫黄干 在朱熹死后热心传播朱子学说 黄干的弟子主要分为浙江江西北方三大系统 浙江一系的大本营在金华出火腿的那个金华 奠基人名叫何姬 何姬传王柏 王柏传金吕祥 金吕祥传许谦 从何姬到许谦 合称北山四先生 也叫金华四先生 今天在屈复孔庙 我们会看到孔子塑像的两边 有点浩浩荡荡的儒家名人团 其中就有金华学派这四位高人 四先生各有各的贡献 王柏的主要贡献就是费尽周折 终于找到了失传已久的资质通建纲目范例 有了这部朱熹亲笔的范例 就可以对照刘友义的解读了 简单讲 刘友义还真的领会了朱熹通建纲目的核心精神 这并不奇怪 毕竟朱熹是本着孔子做春秋的态度 编写通建纲目的 而刘友义出身于春秋学的学术世家 是拿出了春秋学的态度来解读通建纲目的 但两片树叶都不可能完全相同 更何况两个大活人呢 刘友义在很多地方都明显诸求过身了 如果朱熹泉下有志 还能读到资质通建纲目书法的话 一定会使而点头 嗯 深得我信 使而呢 又摇头 我可没想这么多啊 那么 具体到诸侯会于京师这条记载 刘友义解读正确了吗 这倒没办法 从朱熹的繁力当中对照出来 所以自然有人赞同 有人反对 到底哪些人赞同 哪些人反对 体现着不同的时代风尚 在成诸理学一统天下的时候 朱熹的名义地位虽然不如孔子 实际地位简直比孔子还高 引起深的发明和刘友义的书法 堪称通建纲目的左膀右臂 在圣贤身边 余有容颜 自身呢 也在光环笼罩之下 闪着圣光 后来 杨明新学兴起 打破了朱熹的权威 就有人开始质疑通建纲目 连带着也挑剔起了发明和书法 明朝末年 张自勋写出一部 纲目续林 把书法贬低得不像样 关于诸侯会于京师这条记载 张自勋说 京师是天子的所在地 朱熹的措辞用会而不用朝 是批评诸侯目无天子 这是最严重的罪行 而刘友义只说诸侯失礼 这太轻描淡写了 不像话 至于朱熹 媒体预会诸侯的名字 绝不像刘友义说的那样 是为了行文简略 而是有深刻含义的 这个含义是 既批评了君不君 也批评了臣不臣 这算不算解读过深呢 张自勋说 绝对没有 我这种解读完全依据春秋先礼 朱熹这种写法 看在春秋这里这里 套路是一模一样的 张自勋从春秋文本里 找出的这个证据 确实存在 在传统的经学解读里 也确实可以和诸侯会语经诗 关联得上 具体内容说来话长 我就不展开了 你只要知道张自勋 言之有理就可以了 张自勋不但言之有理 而且得理不饶人 嘲笑刘友义的解读 太肤浅了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 问题不在于刘友义太肤浅 而是在于张自勋太深刻了 其实刘友义的解读 就已经太深刻了 哪知道一山更比一山高 如果我们不求深刻 抛开张自勋 抛开刘友义和引起身 甚至抛开朱熹 回归司马光的资质通鉴 看看胡三行 对诸侯会于经诗的朴素注视 会不会更接近历史真相呢 其实也没有好到哪儿去 因为就连胡三行 也被春秋学的意识形态迷雾 带卖了 各种缘由 我们下一讲 再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